第二天一早 王室大臣迈克德夫打算叫醒国王 但是当他进入国王卧室时 映入眼帘的却是血腥的凶杀场景 邓肯国王倒在了血泊中 而门边的两位士则还在呼呼大声 他们的身上沾满了血污 一把血迹斑斑的匕首丢在地上 迈克德夫大惊失色 大臣们听到惊叫都拥进了卧室 迈克白也进来 他抓起地上的匕首一人一刀 把两个还没醒来的卫士杀了 迈克德夫抓住迈克白喝道 你干嘛杀死他俩 正人死了这些案件如何审理 迈克白说道 这还用审理吗 国王被刺身亡 这俩卫士一身的血污 凶器就在他俩的脚边 为国王报仇 难道不是我们的天职吗 随同邓肯一起前来的王子 叫马尔康 他是苏格兰的王位继承人 当他看到父亲的惨状 立刻惊悚地意识到 自己陷入了陷阱 他悄悄退出房间 成人不备离开了城堡 他骑上快马一路狂奔 逃到英格兰避难区 马尔康王子的不辞而别 给迈克白绕下了话评 他说道 王子心虚逃跑了 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国王遇害一定是王子所谓 他基于早日接班 就勾结侍卫杀死父王 如今事情败露 这才落荒而逃 虽然这个说法很牵强 但是国王死了 王子跑了 王公大成们被困在了 麦克白的城堡无法脱身 而按照苏格兰的王位继承法 作为邓肯国王的表弟 麦克白也具有担任国王的资格 于是大成们只好决定 推举麦克白担任苏格兰国王 整个过程中 只有班克将军一言不发 他时不时的用意味深长的眼光 撇上一眼麦克白 麦克白被他的眼光扫得心一发毛 因为女巫的预言 班克将军一清二楚 只是他没想到 麦克白竟然用如此血腥的手段 实现了这个预言 但是女巫的第二个预言 又成了麦克白的心病 班克的子孙将继承王位 犯下如此伤天害理的弑君大罪 难道是为了给班克家族做嫁衣吗 一不做二不休 麦克白决定干掉班克 当他得知班克将去森林里遛马 就派出刺客中途截杀 班克遇刺身亡 但是班克的儿子逃跑了 当天晚上 麦克白在城堡大厅 举行了登基酒宴 头戴王冠的麦克白夫妇 春风满烟招待了宾客 麦克白夫人更是频频住酒 她为自己能一步登天 容英王后而欣喜若华 但是麦克白的心理素质似乎比不上他的夫人 晃晃乎乎中 他突然从人群中看到班克将军的鬼魂 一身血污在大厅里游荡 麦克白吓得惊叫起来 但是除了麦克白自己 没人能看到班克的鬼魂 面对丈夫的失态 麦克白夫人只好推说 丈夫的老毛病犯 请大家散了吧 于是这场登基宴会 只好草草收场 麦克白虽然当上了苏格兰国王 但是局势似乎对他越来越不利 邓肯的儿子马尔康王子逃到英格兰 在英格兰国王忏悔着爱德华的支持下 马尔康招兵买马 组建了一支讨逆大军 不日即将进攻苏格兰 王公大臣们也纷纷开流 首席大臣麦克德夫也不辞而别 逃到英格兰 追随马尔康王子去了 恼羞沉怒的麦克白 洗劫了麦克德夫的城堡 将他没来得及逃脱的妻儿 诛杀殆尽 巨大的压力使得麦克白 时时处于心惊肉跳之中 他决定再去荒原找那三个女巫 希望能从女巫口中得知未来的命运 在荒原里三个女巫出现了 他们告诉麦克白 只有城外的那片森林向他的皇宫移动 麦克白才会失败 其次女人所生养的战士无法伤害麦克白 麦克白放心了 是啊 森林怎么会移动呢 其次哪个战士不是妇女生养的呢 麦克白从女巫嘴里得到安慰 他如释重负的回到了皇宫 但是这对心怀鬼胎的夫妇从此落下心病 特别是麦克白夫人 他患上了梦游症 徒人发现 半夜里麦克白夫人像幽灵般的在城堡里游荡 口中难难自主 他使劲地用水冲洗自己的双手 但是他觉得无论如何也无法洗去手上的血迹 麦克白夫人终于承受不住心头的压力 他彻底崩溃了 英王忏悔者爱德华借给了马尔康王子一万元马 马尔康率领大军向苏格兰进军了 麦克白的军队一出击溃 士兵纷纷划遍逃奔王子 但是麦克白坚信女巫的预言 对于兵败如山倒的态势并不担心 麦克白的军队打到了城外的那片森林 他命令士兵砍下树枝 美人举着树枝向皇宫前进 给对方造成兵力庞大的错觉 麦克白接到卫兵的报告 城外的那片森林正在向王宫移动 麦克白惊叉不已 他登上城墙 匪夷所思的景象出现在他的眼前 那片黑曲曲的森林果然正在缓缓的向自己破镜 此时仆人前来报告 王后去世了 但是这个噩耗对于麦克白来说 似乎并未引起多大的震动 他的精神也崩溃了 心灵也麻木了 他带着残存的卫士冲出城堡 准备和马尔康王子的大军做数死一搏 被麦克白杀了全家的首席大臣麦克德夫出现在战场上 他向麦克白喝道 你贼 你弑君篡位还杀了我一家老小 快快前来受死吧 麦克白说道 你是杀不了我的 神说过没有一个女人生养战士能够杀死我 麦克德夫冷笑道 神没有说错 我就不是女人生养出来的 我的母亲难产 还没足月就接受了抛妇产 我是医生从母亲的肚子里挖出来的 麦克白听得目瞪口呆 该死的女巫 你彻底误导了我 毁了我啊 麦克白悲从中来 手中的剑掉在地上 麦克德夫一剑刺入了麦克白的胸膛 苏格兰光复了 邓肯之子马尔康登基继位 他就是苏格兰国王马尔康三世 马尔康三世后来娶了英格兰公主玛格丽特 从此苏格兰王室也就有了英格兰的血脉 但是在以后的历史中 两个王国之间既有联姻又有摩擦和冲突 直到1707年双方才正式合并 莎士比亚的戏中提到 班克将军的后裔将继承苏格兰王位 这个情节是虚构的 马尔康三世去世以后 苏格兰王位还是由他的后裔继续接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赞漂亮的曲续节能力 有关心因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